南投县保姆学会日前在埔里残府大楼举办托育人员在职训练的课程 县长林明珍、县议员吴国昌以及林芳于特别到场为在职保姆人员加油打气 学会理事长黄丽华表示 托育人员每年都必须经过各大类别的训练 而且对小孩子的发展做针对性的教学 让小朋友发展能够更好 为什么会有这个发展 比如说零到几个月我们的发展要到哪里 然后几个月到一岁我们的发展是要做什么 这个一时框就可以教小孩子说 我可以带小熊出去玩 那带小熊出去玩我们要像您能话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以帮他穿衣服扣扣子 还有学习说有拉链还有一个口袋我们要怎么翻起来 这个在这样子让小孩子有小肌肉跟大肌肉的运动这样子 县长林明珍表示保姆对于现今双新家庭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希望透过专业讲师的讲解让保姆们都有新的观念与知识 将家长托育的小朋友照顾得更好 刚结婚的时候他们小孩子要去找谁来帮他们看馆 所以保姆就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今天有八十几位保姆来这边听听教授的课程 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新观念新的知识 我相信保姆照顾小孩 我相信今天接受新的课程 他们一定会有新的观念 多照顾我们这么幼儿 希望把他带得更好 县议员林芳瑜感谢南投县保姆学会的用心 也感谢南投县政府能够落实保姆培育政策 让保姆能够得到专业的训练 将小朋友照顾得更好 让家长无后顾之忧 安心的来工作 政府也落实了这项福利 所以一直一批一批的在培训 也在补助于我们这个家庭的保姆的这些费用 希望说能够帮助年轻的夫妻们 能够安心的就业 能够安心的工作 这些保姆们除了要有爱心 有耐心之外 我相信要带小孩子 除了我们以前的那些旧观念之外 更重要的还有一些新观念的注入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主人翁会照顾得更好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南投县保姆学会的用心 也期许在保姆们经过最专业的指导之下 也都能够发挥所长 将我们的下一代照顾得更好 记者陈维一 普理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